首先第一点,我们平转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脚踝 这样可以一直在练脚踝能力,对不对 脚踝很重要,因为你在去转身的时候 你的脚根本是没有落地的 其实就一直是你的脚,前脚长起来 所以脚踝力量是很重要的 然后有了脚踝力量呢 我们第二点,在顺便这个甩头溜头 点住脚膝盖是不能弯的 用着你的练膝盖的力量,对不对 膝盖是很结实的,很直的 然后眼睛盯着一个点,然后现在开始练甩头溜头 你看力小伙来,溜住头,然后最后一个再摔过来 看到没,眼睛是一直盯着一个点的 这个就是练一个甩头的能力 那在我们平转旋转当中,就也会用到这个甩头 经典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呢,会练一个手臂的力量 什么是手臂量,就是我们今天要解锁的这个动作 好,它跟你的整条手臂 小臂大臂 小臂大臂连接什么?连接的是肩膀,对不对 那我先做一个错的 没有连接了 没有连接了 这是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 对不对 我的身体连接了我的手臂 OK,那这样有没有连接 连接了没 对呀 连接了,好,很好 连接了之后,我再加甩头 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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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的位置 一定是你的 手先走 比刚刚说我们熟悉的 滑温步 手先走 YES 再走 对不对 以此留意太多了 都是手先走 我们做的办法 应该是 上中心 走 手 流通 下手 看到没 这个手是一个影带的作用 一个影带的作用 一个影带的作用 所以手也很重要